春季天气不稳定 有的时候阴天却又突然出了太阳 这几天就有民众发现天空出现火彩虹 高空卷云被染成了七彩色泽 惊呼连连 而照片也被气象局局长正名点分享在脸书上 气象局解释 其实火彩虹并不是真正的彩虹 而是一种日韵 是冰晶折射产生的色散现象 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太阳光照射卷云层的角度 要刚好58度 云朵渲染 气彩色泽 随着云层波动仿佛着火一般 这几天有民众发现天空出现火彩虹奇景 又惊又喜 照片也被气象局长正名点分享在脸书上 其实这几天阴天有水气又有太阳的天气 条件满足就有机会看到火彩虹 火彩虹其实它不是真的是彩虹 它是一种日韵的一个现象 主要是太阳光线照射到冰晶 比较冰晶然后折射 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射散现象 火彩虹其实真正的名称是环地平湖 是一种光学现象 但也因为奇特罕见被古人视为伟人诞生的景象 高空水气多的时候行程卷云 高度还要超过6000公尺以上 云层内冰晶数量要足够 再加上太阳光照射卷云层的角度 刚好58度才会形成壮丽的火彩虹 春季天气不稳定 石晴时雨正好条件满足民众才有机会 一堵火彩虹高挂景象 纪三周杰特报道 大学繁星推荐这个月放榜 台大电机系的过关门槛 以58级分超越台大医科的57级分 引发热议 不少民众认为医疗产业似乎不像过去前途看好 还有内行人分析 医学系学生毕业之后 一般医学训练期间薪水不超过10万 反观电机系 有机会进入台积电的话薪资更好 不过有升学辅导老师点出了关键 说医科第二阶段会刷掉一半的名额 其实录取的标准更严苛 如果以未来收入来看 医生的平均收入会比工程师的平均收入更高 不少电机工程师及破头都想进入台积电 因为未来发展备受瞩目 这也成为高三升选田科系的考量之一 还有民众分析电机系热门程度 甚至有可能超越医学系 可能比起电机系来说 医学要考的可能比较多 然后也要实习比较久才能正值当上医生 电机感觉就是比较好玩 也符合现在的趋势 医学感觉就是 你还要再继续再往上读 台大电机跟台大医科校排都是百分之一 但台大电机国营数字要达到58级分 台大医科四科要求达到的分数是57级分 比电机还低 在网路上引起热烈讨论 有人说医疗业即将成为信仰产业 连高中生都知道 还有网友很实际说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 两年期间薪水不会超过10万 但电机系学士加硕士六年毕业 如果有机会进到世界排名前十名的台积电 发展前景显而易见 不过升学辅导老师点出关键 电机录取的18人基本上二阶稳上 医科虽然录取24人 但二阶会刷掉一半的人 也就是说录取标准更严苛 100个里面有八九十个年收入可以破300 可是如果念电机领域的 可能在30岁左右 可能大概就四五十个年收入可以破300 它的平均的年收入 会比电机的年收入 整体的平均来得高 老师也提醒医生的职业寿命通常比较长 但电机业的黄金巅峰期 时间相对比较短 学生们还是要多做评估 选出自己要走的那条路 记者时间 在陈建国台北采访报导 基隆一名国小代科老师 因为学生作品不符合基本要求 所以美劳成绩打了60分 让家长非常不满 跑到学校抗议 认为老师不适任 还表示自己在基隆市府工作 连市长林又昌都要叫他阿伯 不过市府也发出声明澄清 市长的阿伯早就已经过世 针对成绩的部分 为了鼓励学生 全体同学将会统一开根号 乘以时缩小差异 脸书贴文上写着学校需要的 不是专业的老师 而是能对家长百依百顺的老师 会这么气 全是因为学生的美术成绩 他打了60分 遭到家长抗议 发文引发争议 外界评价不一 有人认为女老师发文 只是在搏眼球蹭热度 事情发生在基隆某间国小 一名代课老师 要求学生画出至少三个颜色 或者设计原住民图腾的头饰 但学生没依规定画出 还不愿意调整 只好给刚好及格的60分 家长得之后 活大认为老师不适任 要求校长介入 还呛说自己在市府工作 连市长都要叫他一句阿伯 市府也紧急发出声明 回应不变更名次 所有人原成绩开根号成时 缩小分数的差异 虽然能鼓励学生 避免影响未来的学习兴趣 另外也强调市长 没有亲戚在市府任职 而且阿伯已经过世 调整后原本的60分 向上变成77分起跳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孩子 但这场分数风暴 意外引出阿伯风波 市府明快出手迅速澄清 这有蔡志恒经常报道 中国驻日内瓦常人代表陈旭 在推特上声称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甚至将台湾于传日 解营救八部亚 牛锦内亚传员 当作自己功劳 外交部长吴昭熙也就在 推特上反击 批评中国老是撒谎 干脆说月亮是你们的好了 还特别标记中国 有够可悲 加上近日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驻美代表萧美琴 都接连发声维护台湾主权 恰逢选举年 也被形容是政府打出 抗中保台组合拳 引发联想 如果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不是台独的话 未来再跟对岸 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协商 应该是一个会比较好的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连日强调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跟马仁宏不太一样 国民党如果在大陆呢 应该要大胆地坚持 中华民国的主权 而不是互不否认主权 邱泰三主张两岸因要 互相承认主权 外交部长吴朝谢则对中国爱吃豆腐 嘲讽满点 不满中国驻日内瓦常任代表陈旭 在推特上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还把日前台湾渔船 营救八部亚牛几内亚船员 当作自己功劳 吴朝谢连续两篇推文 批评北京老爱撒谎 干脆把月亮也收编 哪天宣称台湾对乌克兰捐款 是中国的也不意外 文莫抬个中国有够可悲 无独有偶 驻美代表萧美琴 炮火也很旺 小美琴投书《华盛顿邮报》 指出台湾与乌克兰 都长期忍受好战的独裁邻国 台湾在任何时候 都不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钢铁般的事实 三人竭力发声 被解读是政府有节奏地 打出抗中保台组合拳 接连跟日本安倍 美国拜登特使团 借乌俄战争的关注度 让全世界民主国家 制造台湾主权的重要性 不要为了选举操作 抗中保台 不过正值选举年 外交两岸与对美事务的 单位主管 对中态度越趋强硬 引发联想 记者政权力未成台报道